好 也是位话题女性 台中县议员王佳佳 她最近出了本新书 内容是讲她自己 跟宝贝儿子的相处情况 不过呢 她的老公 其实也是正在闹离婚的 下次小开王子豪 就是寄出了存证性函 因为她认为王佳佳出这书 涉及了侵害家族的隐私权 不排除要追究法律责任 王佳佳和三岁儿子 背部全裸入境 这张牟子俩一起洗澡的照片 王佳佳好满意 王佳佳将近200亿的新书中 主要讲述的都是 和宝贝儿子相处的点点滴滴 说着说着 王佳佳突然眼眶泛红 好爱宝贝儿子 但是书中却没有一张 王佳佳老公 也就下子小开王子豪的照片 两个离婚官司还在打 王佳佳信誓旦旦的说 为了宝贝儿子绝对不离婚 但是书中一段描述家暴的法律案例 却让外界很好奇 王佳佳是不是在影射自己的婚姻状况 我身边的人所发生的遭遇 然后我的所见所闻 如果故事的情节有雷同 纯属虚构 有混搭一些我自己小部分的遭遇 不过这样的可能影射已经热火了王子豪 为请律师对王佳佳和出版社发出了纯正信函 设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 每一个人都有出书的权利 记者会上助理穿着反家暴的T恤 王佳佳看来不把夫家的反弹放在心上 新书发表会里强调母子情声 专心营造好妈妈形象 明日新闻和之防吴培佳台北报道